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跑跑卡丁车手咱们依旧是带来这个压压 那么现在我做视频的话,要看我的空闲时间 如果我这个空闲时间比较多的话,我就多录几个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就不录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这个不能当主业 好,开局咱们职业加速,收到一个磁铁 那么的话,这一波的话,陈老师是受到水蚊子的攻击 我会放出这个压压炸弹 那这个车在被蚊子,普通导弹或者超级导弹攻击的时候 会很高的概率放出这个压压炸弹 而且压压炸弹的话,它一次性能放三个 这一波非常的伤啊 这个磁铁想吸,但前面一个水炸弹 真的是,这个刹车也来不及了刚才 好,这里吃到一个超级氮气 那这个车追认的能力其实也挺强的 因为它这个氮气的话,百分百会转换成这个超级氮气 这一波陈老师这个道具没吃到有点失误啊 但是没关系 那么这个车一定要拿第一才好看啊 对吧 这个车本身就是为领跑设计的 其实啊 放出一个飞碟再放一个水蚊子 所以说陈老师尽可能去抢第一 这一波我拿到了第一啊 但是要看一下 又是吃到一颗五湿导弹 这个五湿导弹控制人的时间太长了 这一波水蚊子放出去 中了 好,这一波放压压炸弹 这个压压炸弹 好,再把水炸弹给扔掉啊 没有用暂时啊 好,继续 好,放压压炸弹 这一波连续多次压压炸弹这个命中啊 你看这个压压炸弹真的非常恶心 特别在这种地方 而且压压炸弹因为一次性能放三颗啊 好,我们继续放压压炸弹 后面的人简直又是又 你看又是炸爽 炸的多爽 是吧 吃了一颗五湿导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其实领先挺多的 就是因为这颗五湿导弹 控制人的时间太长了 好,有个碟解 给我碟解 其实没什么用 给我护盾或者压压炸弹 是吧 我其他不要 要么护盾 要么压压炸弹 这一波这个路障 直接把我弹到下面 赶紧按下这个复位键 好的 那么这一波呢 陈老师再把第一名的位置给拿回来 护盾守住这个攻击 闪 宠物室守住这个闪电 我的话在后面一句 就有这个压压炸弹 好,这一波吃到两个道具啊 那么,然后接受了无数的攻击啊 那么这一波 陈老师操作有个失误啊 我应该是先扔水炸弹的 把水炸弹给扔掉 不应该扔水蚊子 你看,像这种情况的话 对吧,水炸弹是打不到的啊 刚才有点手忙碍了 但幸亏后面的人啊 用这个电磁导弹 是把这个他打了下来 那么陈老师是反超 拿到了第一的位置 那么这场比赛 大家可以自己倒回去数一下 我到底用压压炸弹 炸了多少人啊 不过最后一波的话 确实是当时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 我在想刚才 其实他可能超过我了已经 你看我被打了那么多 对吧 所以水蚊子下意识地放了 然后发现他没超过我 那个水蚊子就白给了 那最后的话也是有点失误啊 好的,我们下个视频再见